MING PAO CANAL 歡迎大家回到11月已的 Pogcoin 月刊 我們又開始介紹10月有什麼大事件發生 是的 有 Alpha 是有的 Alpha是在香港的 還在香港 開始了,不要浪費時間了 好啊 先說一下,是否由我們 每一集都會說的 傅堅開始 少年Jump公佈了 在2022年的47號 即是10月24號 即是我們錄節目之前那天 就已經出了Hunter Hunter的再新連載 終於大家會見到 我想大家有方法 如果看簡體字翻譯的話 其實應該是上個星期 錄已經出了 但其實書出了 正常是昨天才出了 所以它是12月24號發售的 我想大部份的人都已經看了 台灣那邊授權的翻譯 也都出了聲 應該下個星期會有 真正的繁體的翻譯出了 暫時真的不知道附堅 他已經畫了幾個旗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說 其實他應該畫了10旗 他現在應該是趕緊其他 還在執行其他畫告 不知道究竟他真的會頂到幾個旗 但他同一時間開幾番 他又有畫展準備 是呀 因為其實我們也想過 是否他畫展 所以特地復刊10旗 令到大家 叫做 有些東西記得他存在 還有現在剛剛在日本 Twitter有個網紅 說是打拳的 他是說他停刊 停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就決定學回漫畫裡面 其中一個角色 每天打一萬拳 是 一萬拳好像是 是 不過 然後他從那天開始 打足三年多 因為傅堅已經停刊 停了三年多 已經強身健體 是呀 然後他出門了 好像昨天的時候 終於打完最後一次 做網上直播給大家看 噢 是的 故事是這樣的 OK 有趣 對 接著 講開少年Jump 他11月4日 發售那本 會出一本叫Slam Down Jump 的漫畫 他會裡面有 在276話裡面 抽24話出來 是讓大家溫辜資深 Slam Down的故事 因為他年尾 會有Slam Down電影 是 希望大家 記得那個故事 是的 真的太久了 真的要 拿出來翻譜一下 那麼 鄭尚鴻也出了聲 他說他研發了一個 新的視覺 在電影裡面會出現 希望大家喜歡 好 是的 這個是 暫時最新消息 嗯 接著 講開少年Jump 就說 One Piece 就 有公佈 就是說 One Piece 今年11月24日 就會在香港 有個叫做 大海賊時代展 就是 亞洲巡迴展 第一站就會在香港 但暫時就 未有些大型的消息 有部分的圖 即那些 藝圖出了街 其實 對上那次 亞洲 叫做大型的展覽 其實是 2014年 台灣 它 有個叫做 One Piece 展 在華山 1914 民創 圓區 那裏搞過 這個展 沒有在香港 來過香港 台灣那個是 叫做 海外首歌 日本之後 就到台灣了 其實再近一點 就是深圳之前 都開過這個展 但香港就真的沒有開過 因為我 當年 2014年 都特地飛了台灣 看一個展覽 是 OK的 真的 有部分畫面 我都在現場 都看到哭 是 日本那邊 我們就 有這三個消息 暫時 看看到時候 有沒有機會又下街 我們 因為十幾月多 就應該 如果下街的話 都是我下的 你看看 我下其他的街 拍好東西回來 展 好 大家到時候就知道 其實 One Piece 現在還在上 香港還有長次的 上 One Piece 新那套 紅髮那套電影 日本那個票房 已經 達到173億5600萬 日圓 應該是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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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過了2003年 跳躍大搜查 第二集 封鎖彩虹橋的票房 現在日本是排第九 雷計票房排第九 已經打入了十大 十大 第一位是鬼滅 無限列車 第二位是千遇千層 第三位是鐵達利號 第九 已經很厲害了 千遇千層 其實已經有很多年了 是 去年才被鬼滅無限列車打破 是 還有第八位是 哈爾兒童城堡 是 宮崎俊也有兩位 是 好 接著 另外有個消息 也是跟日本漫畫有關 就是遊戲王的作者 高橋和熙 最近有一則新聞說 高橋和熙的死因是為了下水救人而犧牲 因為之前最初我們聽到高橋和熙過世的消息 日本的高橋和熙曾經被沙魚咬過 但是現在原來有一個消息走出來 就是一個沖繩的美軍 他們自己的美軍基地裡有一份報章 就訪問了一個下水救人的美軍 原來整個故事就是 他為了下水去救一對母女 跟美軍一起下水 最後救了一對母女 但是高橋和熙就體力不計 被暗流捲走了 到尋回他的遺體的時候 其實已經被魚咬過了 但是現在終於整件事是水落石出 就知道原來他是為了救人而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這個真是非常之偉大的 因為他開頭那時是說他去潛水之後失蹤的 就是開頭沒有這份之處 不是,他的確是放假去潛水的 但是他應該就是在海邊那裏 當時就是看到有一對母女 就是餘暗流捲了出去 他嘗試跟其他人一起下水救他 所以喜歡遊戲王的朋友 我想都是一個安慰來的 就是他們喜歡作品的作者 人格是這麼高尚 跟著說遊戲王的作者之後 我們亦都說另一位插畫家 金正基 他也是十月頭那時過了生 我不知道大家對金正基有多少認識 其實他在2011年在富川國際漫畫節裏面 曾經試過一個串流去畫畫 即是他最擅長的東西是完全不用起草稿 就可以畫到東西 是 他很喜歡在上網或串流的時候 即直地表演給大家看 究竟他怎樣畫畫 然後他2011年之後 基本上就是一炮二熊 有很多國家或者很多組織 一起去邀請他去參加他們自己的項目 他曾經是參加過Marvel的漫畫 暴雪的遊戲的藝術 他也有份去參與 然後他剛月頭的時候 他臨過身之前那天 其實他是在參加法國 他是被邀請去參加法國的足球賽事 是巴黎那個嗎 是的 他是邀請他過去 在比賽的時候 他在現場直播畫畫給球隊 然後他畫完之後 還坐在一起看比賽 誰知道他第二天 完了法國那個比賽之後 去到機場 打算在巴黎去紐約的時候 因為他參加NYCC 然後他就在機場那裡 心搞痛 然後就送了去醫院 然後就過身了 那天早上 那天早上 消息說只是他進了院 然後好像沒有記錯 是馬拉那邊那個 漫畫 合作公佈他的死訊 之後他的徒弟 才在Twister公佈師傅 過身 47歲 是的 真是很開心 是的 其實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我在Internet也看到很多人 不幸的消息 我不是很認識他的作品 但是我在Internet也看到很多人 都發揮了他 這個不幸的消息 是的 然後 NYCC他本身訂了桌子 是的 他的桌子 那些人都在上面獻花 然後他的徒弟都說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師父的話 就在沙灘那裡 在沙上面畫花 送給我們師父 那天也有很多畫家 或者很多人在沙灘畫花 送給他 送他最後一程 2022年 很多這些不開心的消息 其實還有一宗 但因為剛剛有更新 我們也說一說 超市中要塞的其中一位設計師 公務一貴 他在年初的時候 在家裡發生火警 很不幸 他太太就在火警裡 就離懶了 他就救得回 但就要住了一輪醫院 他家傳這個組屋 大半是墳位了 就是這樣 那在網上 他有很多朋友 就立刻幫他去想 搞眾籌 就是支持他 因為他連工作室都沒有了 他沒有法子做事 又加上整間屋都燒了 保險方面也出了一些問題 就是保險公司 好像是要做很多手續 才可以搞到賠償 那就會拖到很長 於是他們 譬如幾個很出名的設計師 包括天神英貴 就在網上發起了一個眾籌 就幫公務一貴老師 籌錢去度過難關 在年初的時候 他們發起的時候 目標就是五萬元美金 眾籌一出 就立刻不夠一個星期 已經達了標籃 我們昨天收到更新 就是他最終眾籌完結了 現在籌到約束六萬元美金 好的 這六萬元美金 就足夠公務一貴 去重新收集他的住宅 現在的程度就是 他的住宅有一半的地方 已經收集好了 他就可以重新再開始的工作 但是他另外一半消毀了 他都沒有決定怎樣做 因為始終對他來說意義很大 因為是造屋 他幾代傳下來 但是由於是木製 所以一發生火警 就很容易就全部分位了 公務一貴老師 現在開始工作了 也向大家報告平安 講開NYCC 我們又轉一轉去美角那邊 如果在華盛頓附近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 華盛頓這個 Air and Space Museum 即是航空和太空博物館 即是我們俗稱所謂的 Smithsonian 剛剛這一個月 就完成了他的改裝工程 就重新開放了 先前因為改裝工程 而收起的展品 都陸陸續續拿出來 當中包括了 即是我們現在講的 升空其餘的企業號 元祖的企業號 拍攝用的模型 嗯 在2016年的時候 就經過全面的安裝 一直放放到2019年 就是因為裝修的時候 又收起了 但現在又重新放出來了 如果有興趣 去開美國華盛頓附近 可以看吧 但同一時間 也有加添加了新的展品 就是在The Rise of Skywalker 裡面 Paul用的X-Wing 電影裡面 1比1的原裝道具 博物館就把它調上天花板 是 也成為另一個打卡的 經典 熱點 如果去航空和太空博物館 這個是值得留意的 嗯 我幾十年前都去過 但很小時候 哈哈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看的 其實 尤其是你對航空的歷史 是有興趣的話 嗯 講到星球大戰 我們上一集提過 默克涵器 被澤連斯基委任 成為烏克蘭無人機計劃的大師 默克涵器 負責在西方的國家 幫忙推進烏克蘭無人機計劃 主要是籌集資金 買零件裝陷 維修 和訓練無人機的操作員 是 無人機除了攻擊之外 也有很重要的一個 鎮測 即是偵測的工具 在這段消息出來之後 馬克涵器就接受了BBC的訪問 是 就詳細說回他和澤連斯基之間的對話 和他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們將這段影片配了做字幕 我們來看一看 他有提及電影 但這不難解釋為何 《星球》是為了孩子的狗話 而狗話是正義的狗話 正義的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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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還不難解釋 和他還不難解釋 反而是不難解釋 反而是不難解釋 反而不難解釋 反而會不難解釋 反而這不難解釋 和他在意念的狗話 是那些狗話 那些人都會觸到所有人 都在世界上 我沒有想到 有一個 有一個 和 有一個 但這是一個機會使用它為善良 我感覺是一個很責任的責任 去嘗試做什麼我可以 去增加英國的原因 在BBC這個訪問之後 他也接受了CNN一個Live的訪問 說到他除了在烏克蘭 無人機大使這件事之外 他也是一個很勇於表達自己 政治意見的藝人 在荷尼文來講 CNN主持也問到他 尤其是在對阿琛琛 一些反對的意見上 他是非常主張的表達自己不滿 這個我們會放下連結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看 在CNN YouTube也可以看他的訪問 還有我們也會提供他 籌錢的連結 沒錯 也會提供 如果大家對幫助 援助烏克蘭這個計劃 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進入這連結 可以進入了解一下場景 例如怎樣可以幫助 說到星球大戰 我們英國的探紙回報 走過在英國的Legoshop 就看到一台組裝好了的 剃刀號 放了出來 已經有現貨賣賣了 已經在英國 船本身組裝出來 就非常龐大了 你看相片也看到的 暫時應該是最大隻 是嗎 在星球大戰裏面 對 就算不是最大 也是其中一隻最大隻 我們也問過 我們的好朋友 Let's Go 他們是有少量現貨在手 不多 幾架單位屬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Let's Go Facebook專頁 裡面有一個WhatsApp號碼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發尋WhatsApp問他們 平時走開佐敦的話 都可以上他們問一問 是的 因為他們很多陳列品 除了本身 一般市面上買到的LEGO 外 他們有很多本地的LEGO 藝術師 做了很多不同的 場景或人物 例如他剛剛在Facebook登過 有一隻很大的GP02 是 我覺得很厲害的 另外就是 近期很修得的 港產電影 煩氣功心 他又組了一個場景 不是 煩氣功心的場景 是在戲院的 是嗎 導演 製作公司找他們幫忙 他是在戲院做DISPLAY的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搬回去他們遲些呢 有機會的 是嗎 你講到星球大戰 看到號之後 我昨天看到的消息 就是 LEGO在曼特安人第三季 會應該出三盒 我猜應該是一艘太空船 然後有一盒應該是幾個曼特安人 然後另外那個 我就應該猜不到 是嗎 暫時想不到 我猜兩艘船 一艘長機 不奇 大家到時開些什麼 好 那又回來講一下 我們最喜歡講的串流平台 是 那 又是我們講串流平台 必講的 就是這個HBO 和華納 是 他們真是新聞不斷的 沒有停過 那華納現在又上 Bed Adam 就是黑阿檔 那 全球票房已經去到2.1億了 那製作費又已經 其實製作費是差不多2億 基本上到 叫做回到半 一定回到半 當然你要同戲院分帳 各種各樣東西 就是票房 它的製作費 其實這裏你要打個折頭 是 你預算一半 是 即是它真是電影公司 可以落袋 真正的平手 還有一段距離 即是它要Double這個數 才可以真正叫做 不是啊 之前看 之前看香港的導演 如果要真的回到本的話 其實是要製作費的三倍 是呀 因為你不是計算宣傳嗎 是呀 因為宣傳已經是一倍 是呀 通常荷里活大作的宣傳費 是等於製作費的 是呀 是呀 即是說全球 所以它其實是 沒錯 你的確說得對 是需要三倍的票房 它才可以真正叫做回到半 那導演 Bed Adam的導演 還有這個製作人員 希望套戲總收入是有十億的 即是全球加起來是有十億的 那你現在上了大約是 四五天 十億很重要 十億你說的是 2022年累積票房的 頭三位 已經是 是呀 即是他們希望 因為到現在 我看看資料 即是這個 Box Office Mojo 來的 Top Gun 約莫是14億多一點 嗯 全球票房 即是美國本土加上海外 諸羅紀公園 對不起 諸羅紀世界 Dominion就是 10億多一點 嗯 接著第三位就是 奇爾博士 奇爾博士 就 未夠10億 是 即是9.55億 所以你說 10億其實已經是 駕入三位了 那 說話 那他最後結尾 即是 其實我進戲院看 是為了看最後十幾秒 整部電影 因為出了超人 你劇頭 不所謂 我想要看 我想要看 也要看完 因為之後會說 即是我們跟著就會說 超人 演員 Harry 昨晚 我們錄節目的時候 是25號 是 他24號 晚上 就在他IG裡面 出了一段影片 就是 開頭他穿超人的衣服 就是電影裡面的片段 然後他就公開說 自己 真的 回歸做超人 即是 打後 華納的計劃 就是 有他做超人 會出發 那為什麼 這六年裡面 是 沒有他 在超人 即是 沒有他穿超人衣服 在華納的電影裡面 再出現呢 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 記得 沙心那部電影呢 最後 那時候 在餐廳 他不是只出了一個 穿著超人衣服 沒有拍到頭的 超人衣服 因為他那時候 就說 原來他們簽份約 那時候好像Marvel 那樣的 簽幾個套電影 就當作多少份約 即是 會出幾個套電影 然後 原來他就說 跟華納 喊大吵 就是 華納想這樣 都當一套電影出了 但是 Harry 就覺得 不是喔 我真的想拍一套 圓圓正正的超人電影 即是有戲份 有發揮 是的 然後他就跟電影公司 吵了很厲害 然後 華納就說 如果你不想出的話 你以後都不用再穿超人衣服 做超人衣服 然後就抹了臉 所以之前 Guardian of Galaxy的導演 他之前去了華納那裏 拍了一套 叫做和平使者的電視劇 最終結束 那一集 其實是 和平使者 搞定了 之後 走出廢墟的時候 看到 潛水俠 Fresh 和超人 超人都是全黑影 從頭到尾沒有出過 超人的樣子 然後 Rock拍攝 其實上之前 現在大家在戲院裏面 看到那個畫面 製作人員就說 其實是一個月之前 在倫敦補拍攝 是 那之前 都說 就算是Black Adam 拍攝了的畫面 都是好像 沙心那樣 只是看到身體 沒有看過頭的 是 那補拍 這個就是 現在大家在戲院裏面 看到那個畫面 是 是 其實這招用得多 都不會動的 你每次不停 只是看到他的背影 或者一個展影 那樣 因為 粉絲一定有 吵的 反應 其實都吵了很多年 DC的電影 真的 那些故事 真的搞不好 哈哈 嗯 是啊 那 大家要看 很爽的電影的話 其實 Black Adam是OK的 是 你不要想著 他會有什麼故事交代了電影的東西 其實你進去 由頭到尾 打到尾 大家是可以 不用腦的話 是會看得很開心 哦 是啊 我還沒看 所以 所以 插不到尾 是 比較好看 因為那天 Hot Toys 多謝Hot Toys 請我們去看電影 是 那也要鳴謝他 好耶 耶 耶 繼續上去訂的 火水 好 先休息一會 我要上Hot Toys訂的 回來繼續 好 Gut Hot Toys Hot Toys Hot Toys 多謝Hot Toys 可以